越聪明的人越简单 驾拍是羽毛球当中 最重要的也是好多人每次打球提醒你们 尤其是你的叫人 你们一直搞不懂我去驾拍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今天我一句话就告诉你了 驾拍其实就是一个V字形 所以你看你驾拍的时候 你的正手像不像V字形 持拍手 你看我的大臂和小臂 它就像一个V字形 只是箭头的方向会朝着 反手驾拍 你们注意看 大臂和小臂像不像一个V字形 只是箭头的方向会往下 如果是平抽驾拍 像不像一个V字形 所以不要听什么网上那些教练跟你讲 哎呀驾拍应该这样那样 没有这么复杂 就V字形就好 至于这个拍面应该朝哪 你朝前 朝外 朝更加外 都可以 打上球不就行了吗 不要想那么复杂 越聪明的人越简单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